欢迎收听今天的好时光 你今天心情好吗 今天的来宾是阿德 佛罗阿德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新年快乐 对还是在新年的期间 任小姐还没有过 那么阿德请问 这一次你要推荐的是 什么样的书呢 就是Podcast 就是很多人呢 可能会觉得说 现在自媒体都在发烧嘛 包括很多的网红 他们就运用了影音的YouTube 然后做出了自己的一番事业 但很多人会觉得 那我也可以做自己的自媒体吗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 让比较害羞不想要露脸 不想要用影音 但是他可以用他的声音 或他的内容去吸引听众的Podcast 那之前其实之前几年呢 在美国或很多地方 其实已经开始风行 但台湾应该可以说 2020或2019的时候 才开始有比较多的人 投入了这个媒体的制作 其实我在投入Podcast的前一周 我还不知道Podcast是什么 我是不小心才被人家加入Podcast 是那个黄大米跑来访问我 他就直接把我跟他的那集 变成第一集 于是我就这样开始 然后因为Podcast 他对于他那个就是排行榜 对于新的节目是有优惠的 在他的统计上 因为他希望有更多人加入嘛 所以第一集我就变成了第六名 那突然发现说 那不好意思第二集在哪里呢 于是我就开始录 后来录到现在 那今年过年的时候 我们的西游记 本来是在滋滋线上听 他就是有声书嘛 是要付费的 也没有多少钱啊 但是后来我就把他拿来 这个免费的播放在Podcast的 就很迅速的又在今年过年呢 先取得第一名 就只好又再播下去 那但是我有观察那个现象 你这本书其实我觉得很好 因为我是根本不了解Podcast 开始我用商学院来了解Podcast 然后开始做Podcast的内容规划 当然这之前我们有了20多年的 这个广播的经验嘛 可是我很了解 新媒体跟老媒体运作的方式 要不一样 而很有趣的是 开始做了之后 真的有广告商主动跑来问你说 你愿别让我们登广告 这跟旧媒体其实不一样 旧媒体你要大部分都要很辛苦的拉广告 对 所以这本开始Podcast的书 那是高宝出版的 那他其实是美国的一位 克里斯丁梅英哲女士 然后他是Podcast的节目制作人 那他的Podcast节目呢 曾经入选那个 Time杂志50大Podcast 然后再加上美国的公共广播电视 也有评选他是前10名的作品 因为他有一个节目叫 Buy the book 那他自己也说他一年内做了 所以他们不是只有一个Podcast 他做了三个他觉得成功的Podcast 那那个Buy the book 这个比较特别的是说 其实大家可以 是书的节目吗 对 可是一般书的节目可能就是介绍书 或找作者来访谈 他的方式是选一本书 然后他跟另外一个主持人 两个人按照那书上的建议 然后生活两周 例如说那本书教你节食 或那本书教你怎么穿着 或怎么生活 然后他就跟另外一个主持人 各自用这种方式 真正的生活两周实行看看 然后来讲一下 我实行以后 我觉得这本书怎么样 哪些方法是有效的 哪些是无效的 就要跟观众听众分享 所以就没想到 就非常的受欢迎 意思就是说 一个行动派的读书节目 对 这很特别 因为一般的独自节目 可能就是直接陈述这样子 介绍或访谈 就是一般类型是这样 然后他就很受观众的欢迎 听众的欢迎 其实这也就是我对于 这个新媒体主持人 跟比较老派的 的看法 也就是新媒体主持人是很有自己意见的 那就会吸引一堆喜欢听他的意见的人 或讨厌他的人 对或讨厌他的人 也许他介绍同本书 对 可是他加了更多自己的话 自己的精神 否则照本宣科的念 那你根本没有人家自证枪圆 对 就是没有什么心意 那他在这本书里面就告诉大家说 如何你可以制作你这样的节目 因为说实在的 像YouTube或者是怎样的那种媒体 你要做剪接 那个其实影片剪接 我听很多这些YouTube说 他们剪接一个节目 就要花一个礼拜的时间 是不然就要包给人家 对对对 其实耗费很多时间 但是Podcast呢 其实他的成本比较低 因为他没有拍摄 那你是录音 然后他会跟你说 其实你可以买一个好一点的麦克风 或者是直接接USB 就是在电脑上 然后你运用一些剪接软体 其实你就可以制作你自己的节目 而且对于很多人 他可能不想露脸的 他会觉得 这个Podcast可以发挥声音的魅力 其实也跟现在大家在收听 中广节目一样 和广播他自有他的魅力 而且他可以在 比较不干扰你的生活里面 让你学习到一些事物 对 而且还可以骂脏话 因为他不受那个某些 那个管媒体的公司的 虽然我后来发现 大概常常在排行榜上 只有吴淡如没有骂脏话 对吧 大家都很会骂 对不对 怎么骂我就不必重复了 但其实有时候我也想骂 但是以我从小受到家教 我会把它隐藏起来 就你的修养 并并不是 修养也不好 但是我会隐藏 这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有关于podcast 你看到的是 我觉得啦 我还是觉得 它是一个很容易 就是说所有的传统媒体 必须要紧张一下 因为传统媒体 必须要有其他的媒材 比如说你要在车上 你常听广播 你要有收音机 你通常才会主要有听到那个广播频道 要特别调到那里 但podcast很可怕是 比如说以apple 苹果手机而言 它连一个app 它也不用通过 它就是用它本来内建的app 然后你只要无聊的时候 一按或跑步的时候一按 你也不需要听完 广告你也可以给把它跳过去 对 然后它让你 其实新媒体时代就是 让你越方便 然后不要经过各式各样的 东西可以得到的就最好 可是如果你在说 我最近做的那西友记实验 不是开免费的吗 那你会觉得说 它是不是会抢了付费频道的生意 我们的答案其实是没有 我其实是用了我自己的东西 来做这商业实验 喜欢免费的 每天听五分钟或十分钟的 那当然是比较大众 可是后来发现 也带动了知智线上听的生意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耐心 每天等你更新 对 它想一次听完 不要你再浪费它的时间的 反而我会去看说 知智线上听后台的数据也挺好 这就是新旧媒体的带动的例子 但是我也看到很多数据 有百分之超过七十几的主持人 在发现没有人听之后 就放弃了 对 就是做了五集 全部就放弃了 或者觉得他可能没广告 一直在做免费 都没有任何回收 他就放弃了 那刚刚阿德讲到的是说 podcast比较好剪接 对不对 对 其实我没有剪接 对 我都一进到底 因为我懒得剪 如果我真的讲错了 我从头录 对 就是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了 我觉得都说 应该说podcast是一个比较容易 入门的自媒体 因为它比较方便 而且你也不需要 就是太耗成本 像他里面有说 你你的 他有提到说 你要购买什么样的麦克风 或耳机 然后他还有说 你要找一个安静的房间 他甚至跟你说 其实如果你是小成本的 有一个方法 就是在你的衣柜内 对 他说衣柜非常好 对 他又因为衣服呢 有隔音的效果 而且他没有对外窗 然后如果你还想要加强的话 你就选一个铺地毯 因为国外很多铺地毯 就一个铺地毯的地方 地毯跟书 还有家具 都可以吸收你的外在的生意 你讲的完全对 对 我家是因为是 卧室就是一间嘛 那就是有个衣橱嘛 我做了podcast之后 好羡慕人家 有没有 那个卧室旁边 还有个小跟衣室 然后里面是 不要有门 柜子不要有门 然后掉满了衣服 对 那个就可以当成直播室啊 对啊 对 我家就没有这样空间啊 好想去改造哦 对啊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 这本书说的很实用啦 然后告诉大家说 其实podcast不是让你自己 就是在那边乱讲 你其实应该要写个脚本 然后呢 你写出来的脚本 然后要大声的先念出来 然后再把它修改的更简短 然后如何去凝聚你的听众 好 例如设FB或IG 跟听众进行的互动 然后听众喜欢听的 其实就是扎实的内容 然后主持人 有时候要表露一下真实的自我 然后你要让他可以预期 他每个 比如说你现在讲三国演义 我觉得重要就是你的style 对对对 然后可以听到 这期可以听到三国演义的哪些内容 但是在讲内容的时候 还是要给观众一些惊喜 听众一些惊喜 对就是你不能照念 那很多人的做法很可能就拿了别人的书来照念 对 念的自证腔圆 对 然后听众最讨厌的就是劣直的收音 对 然后所以衣橱是可以大家可以考虑 然后如果你比较有钱可以去录音室 然后还有过度的制作 比如说有人说我音效弄很多 20秒就来个音效 会让大家很疲劳 对对对 然后另外是没有同理心 还有一些都是没有内容 然后听众就会觉得很厌烦 之后就不想听 就是有一些人就找一些自己的朋友 然后就一直在那边聊天 然后大家都觉得 那就去clubhouse好了 没有在咖啡厅就可以听到 邻座人一直在聊那种婆婆妈妈的事情 其实这个就是前不久有一个很知名的电视台 他们想要经营podcast 然后他们来找我 他们就跟我说那我每个月 给你这个20万买你的节目行不行 我说不行 我怎么可能把我的节目卖掉呢 对不对 那你应该去找那个新的进入者 也许他们很认识 然后他就跟我说 没有我当然是要买前五名的 我才不要那个新进入者 我说那这就是两难 因为真正已经做成气候的podcast的节目 一个月收入绝对不止你说的那20万 他为什么要把他的智慧财产权卖给你呢 还有他的制作方式 制作成本就跟阿德说的一样 他其实制作成本相当的低 而且你要做podcast 你不好找人 为什么 因为说真的主持人还是要有内容 那种拉勒式的 就跟这本书所讲的一样 他说podcast主持人会犯的错误是 在节目的一开始10分钟20分钟 聊天笑闹 谈论彼此的状况 我们都不是你的朋友 谁管你状况怎么样呢 不是大家要听闲聊 他要听的是 一有具体内容 或者是这一集我至少可以吸收到10%的智慧好不好 就是30分钟或20分钟的内容 就是让他会觉得说 我好像有吸收到一点 其实我很喜欢在里面听英文 就是虽然我们就是听一下 虽然他教的英文也挺简单的 可是会加一下里语 你再复习一下 有的是你真的以前没有学到的某些英文片语或单字 对 就是让人家觉得说 我虽然在很短短的时间 有的人在健身房跑步 他就在听 他就觉得我短暂的时间好像预习了 复习了一下以前的 比如说旅游英文 那他就教你两三句而已 可能20分钟的节目 他就教你两三句 你就重新复习一下 甚至他可能会教你说 当地英美国人所常用的一些离俗的方法 然后或是 就是会让你觉得说 我在这短短的时间 我不太跑到步 而且我吸收到 其实就好像我现在在放西游记 大家也发现说 西游记跟我以前卡通看的故事不一样 其实本来就不一样 跟你打电玩的更不一样 他本身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可是很多人是拿别人的书在念 我是重写 对 像这中间其实有两三年的功夫 对 而且像金平梅这样的书 可能大家都觉得 哇他好香烟 然后电视电视剧都演很多 可是事实上 他里面还有更多 这个作者的个人素养 跟他的文笔 可是事实上在电影跟电视剧 是呈现不出来的 其实金平梅的文笔非常好 对对对对 还有他对当时社会的贫富的讽刺 是 对 这是其实 他写的就是他的社会嘛 对 然后他包装的是情色 可是他事实上内容讲的是非常复杂的人性 跟当时的社会情况 其实也跟我们现在的这种 酒池肉铃的社会 其实也是 其实都是类似的 对 所以就是也许 听 用听的 当很多人 他听了以后 他后来真的就有兴趣 他去真正的去看那部真正的经典 也许我会考虑你的这个说法 把金平梅先上 可是西游记后面直接接金平梅 会不会太呛了一点 不会啊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先就是打斗戏 然后突然 突然他就会说不好意思 那个 这个我那个叫什么 人生不得美故事 然后家长就说 不好意思哦 前面那个西游记你可以听 后面的金平梅 你不能听 但是其实我讲起来没有很色情 只是金平梅有一个有趣 我自己把它整本重新写完之后 发现以前的人 光看电影是不能了解金平梅的文笔有多好的 然后他有一个要跟你讲的主题 其实你看完之后 男人会发现说 哇 有很多妻妾 所以得要死 一点也没有快乐 然后这个女人会发现说 我的命其实很好 因为以前的女人没有出路 对 没有选择 对 大家都没选择 对 好 那有关Podcast的观众有一些数据 这个其实数据很重要 一定要念给大家听 就是阿德介绍这本书 70%Podcast的听众介于18到54岁之间 那他无论如何显然的 是比传统媒体年轻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不会继续在电视前面看电视了 然后他的教育程度比较高 这个在台湾也做过类似的报道 也就是34%的人有研究所或大学的学位 还有收入比较高 在美国这个厉害了 51%的这个听众 美国的听众 他们的收入介于220万到台币440万之间年收入 可能是因为这些人比较买得起苹果手机吧 其实不只苹果手机啊 很多都可以收听 苹果最方对 应该是苹果 内建的 对对对 所以其实因为这些人 他常常还是想要吸收一些新的 但他可能工作很忙碌 对 然后在休闲的时间在跑步或者是什么时候 他可能就 我就是每天一点点 因为他时间不长 对 所以我们我开始做就是一天 其实不是说真的很闲 所以一天大概就是15到20分钟之间 对 也不需要占大家的时间 对 好 那如果你想现在开始做podcast了 我祝你打败70%的人就是 做超过三个月 对 其实很多事情真的是要坚持下去 嗯 你才会看到成果 如果你坚持的下去 没人听你都坚持下去 我可以告诉你 你的人生一定会成功的 好 这个过完年后 现在也快要开学了 这个礼拜 好看的电影有哪些呢 来跟大家推荐一个 就是让你的视觉 还有听觉 还有你的 应该说你的笑线 都会跟着上扬的 回路追杀令 嗯 然后这部电影呢 我觉得蛮值得推荐给大家的 因为呢 在开学前 很多人可能都犯了懒病 就是过节啊 然后又吃的 肥肉都上升了 可是这部电影呢 非常精彩的动作片 因为呢 而且他又还蛮有创意 因为大家知道 常常有一些电影都说 哎 就是之前有写都说 哎 你永远都停留在同一天 嗯 然后一直重复 我已经看过很多部 对对对对 但这应该是 这个人也被杀很多次是吗 对对对 他应该被杀了两百次 可是呢 其实他在这部电影中呢 就是每次都会有不同的死法 他其实一开始 他就是从躺在床上 就跟他一夜情的 约来的一个牙科助理 然后一夜情之后 躺在床上 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就突然有人闯进他家 就开始杀他 那他如果没有被 一开始他就被这个人杀死 因为你躺在床上嘛 就还在睡梦中就被杀死 可是 可是他第二 他被杀死以后 醒来又是同一天 又是那个人会闯进来 然后你就会学会 我要怎么抵抗他 然后 哎 如果这个杀手 被你杀死了以后 他可能站起来说 我逃过一劫 就他站在窗口旁边 打开咖啡机 在煮的时候 就突然窗外 就有直升机开过来 然后就拿那个 这个弹药 就扫射他 然后他又死了 然后他经过这样 他就不断的学 他在这部电影 大概死了两百多次 然后有刀 枪 炮 弹药 肉搏 全部都有 所以这每一次的死法 都不一样 对对对 那我们观众的乐趣 是怎么样 是看他怎么死吗 应该是说 就是像学习一样 就是我们常常会 今天出门去 然后遇到什么事 如果你可以预知 你今天出门去 比如说你闪过了这一节 然后下一节 可能是接下来 另外的杀手 是开车来撞你 然后他每次 就要不断的闯关 就很像电动玩具 但是如果纯粹就是这样 就是只有感官的娱乐 但这部电影中 可以让我们知道说 他其实就是他的前妻 是一位科学家 在他的身上 安插了时光机器 所以他会不断的 重复这一天 然后因为他本来是 对然后他要从这 然后他前妻已经被坏人杀死 就是没有吉博逊所饰演的坏人 然后他怎么样 在这两百多次的 两百多次的学习之后 他终于领悟到 他前妻要给他的指示是什么 然后而且他也透过一本埃及的书 就是埃及的那种神话传说 里面有一个神 他被被坏人杀了 然后他太太把他的尸体 全部重组起来 让他复活 然后他前妻就是留了这本书给他 让他去思索这个问题 而且他后来也在 他发现 啊我再怎么样都救不回我前妻了 他开始自暴自弃 就让这些人杀他 可是后来他就想到 其实死久了就不习 就不会不习惯啦 对对对 你每天起来都死一次 那有什么好怕 没有他是死很多次 对那就跟蚊子咬差不多啊 对对对 他本来自暴自弃 可是后来他想到他有个儿子 所以他就去陪伴他儿子 陪伴他儿子度过那种人生 然后后来他就在陪伴 然后他还是会被一直杀 对可是他陪伴儿子的时候 他又发现了更多的线索 所以他又鼓起勇气 再回到那个轮回之中 而且他就知道除了智力跟那个 像里面呢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惊喜的 就是杨子琼来客串 所以杨子琼在里面 就是饰演一个剑道高手 然后呢 因为他每次就是要去破 破关的时候 会遇到一个 这个华裔的ABC女星 他每次都说 这个杀手的外号叫观音 他说I am观音 然后就是很厉害的一个剑道 他每次都被那个女生砍死 结果他就一直破不管 后来他就求杨子琼教他 然后杨子琼说 我只有一天的时间 他说没问题 因为他的一天是不断的重复 里面也有杨子琼 对然后他最后就变成一个 本来被杨子琼都是 就手下败将 可是因为有好多个每一天 所以他后来还可以 打败师父杨子琼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学习是曲线是很厉害的 对对对 只要你不断学习 就跟我讲一样 只要出门你就会到嘛 对不对 只要我一直往前走 我就会赢你啊 怎么样 所以你停在那啊 对啊对啊 因为有的人就是几次以后 他就放弃了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就叫AI人工智慧 对 你就一直咬咬 一直咬咬 你就学会了 而且他每年 你现在教AI的成本 就越来越低 对不对 然后他就会很容易学会 而且他不用睡觉 对 他可以一直死 对他就会一直 所以其实里面 有蛮多的趣味 就不是单单的是说 像他就后来发现 为什么那些杀手 都可以找到他 原来是他们在他身上 装了追踪器 那追踪器到底在哪里 然后后来他请教人家 人家跟他说 最容易就是放在牙齿里 然后刚开始他把他每颗牙齿都拔掉 反正他会死 对对对 反正第二天起来 他又有满嘴新的牙齿 所以他最后就 可是到最后 他前面拔都失败 然后最后找到那一颗以后 他就可以一次 直接把那个牙齿直接拔掉 就不要 那第二天又会回来 对啊 所以他每天还要拔一次 没有没有 他就那次就把那个拔断 然后之后就追踪不到 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应该是说 我觉得在新的一年 可以给大家一些启示 他在不断的学习 他就像个AI一样 对 最后他就是 他会干掉你 对对对 就是我比观音这个杀手差 结果我就跟杨子琼 这个剑道高手学 我就每天每天每天学 每天每天死 然后之后我就会赢你 对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不是 是一个动作片 这是一个励志片 对然后但是他配上了 非常精彩的这些动作片 然后让大家觉得 其实他本来是个满夫 后来他在从这些 不断的挫败中他学习 最后他终于破关了 所以喜欢电动的 或者是很多人觉得 未来很茫然 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你除了开一个 自己的Podcast以外 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 也可以给你蛮多的启发 而且娱乐性真的 我觉得是蛮足够的 所以推荐这部电影给大家 回路追杀令 对 可以从这个不断被杀之中 体会到人生问题 好那么等一下呢 我们再来介绍 这个其他好看的电影 幸福好时光 我们要来介绍 一口气要介绍四部电影 阿德 首先要再介绍一个 二月十九号上映的 就本周会上映的 皇家宾馆 然后这部电影呢 是根据植木赏的得奖作品改编 然后作者 英木子奶 这是蛮是他半自传的电影 因为他就是出生在北海道 然后这个电影是讲述在 它是一个double hotel 对不对 对就是那种爱情hotel 是比较老牌的啦 因为可能是二三十年设计的 然后那时候不是这种连锁的 就是那种家庭经营的 那波流就是 是以这个家庭 唯一的独生女 所以他将来要继承这个宾馆 然后他小时候就很厌恶 这些宾馆的事情 但是父亲呢 他母亲就经营这个宾馆 然后后来母亲还跟 宾馆常来的业务员 就是逃跑了 因为母亲跟父亲年纪差很多 然后年轻的时候 母亲觉得父亲成熟有魅力 可是后来父亲老了 性能力也衰退了 妈妈就跟比较年轻的小鲜肉跑掉 然后他就不得不 日本女人真厉害 对他不得不留在这个 他又没有考上 他想要考上的美术大学 所以他就留在这个家里 然后他这个景观真的很漂亮 他们家那个宾馆在小山坡上 然后看出去就是北海道的那个 那个师园公园 然后他常常在那边画图这样子 结果他是开这个Love Hotel的人 北海道也这么需要风景优美的 那个叫什么汽车旅馆吗 对 通常就是任何地方都有情欲的需求 不过他们那个是比较老式的 所以后来生意就逐渐没有那么好 然后他到那边就是里面 其实有两个清洁员 然后清洁的欧巴桑 那他们平常就是休闲的时候 都喜欢到地下室 就是地下室有一些锅炉什么的 然后他们就聚在那边 然后他们会有一个 那个最豪华的房间 会有一个通风口 然后他们就会听到 就是很自然的听到 通风口里面传来 那间房间里面的人对话 有的是男人在骗女人说 我会跟我老婆离婚 我会跟你在一起 讲的那种鬼话 或者是有的是那种中年妇女 因为就是家里有小孩 有婆婆 所以不方便 就是在家里黑手都没有办法尽兴 所以他们存了一笔钱以后 就跑来这个hotel 就是重温蜜月的时光 这个就只有东方家庭需要 对对对 就是非常多的这个宾馆的形形色色 还有泼留自己的爱情故事 不过这个泼留后来爱上了一个 来推销情趣用品的业务员 我觉得这两个人真的职业都怪怪的 应该不会有太好的下场吧 对啊 所以每个人其实都有他自己的爱情故事 当然也是会有悲剧 例如就是被家人抛弃的那个高中少女 那他无家可归 也没有人关心 然后还有被戴绿帽 然后的高中老师 然后高中老师更可悲的是 他老婆偷吃的对象 既然是他服务的学校的校长 那就蛮尴尬的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除了 其实他没有什么情欲的场面 但是呢 其实就是日本人拍的这种 就是有点清淡风格 但是又里面又有一点邪趣 而且这应该就是作者 他自己的亲身遭遇 这个有书吗 因为他得过植木奖 你知道哪家在 我是说在台湾有出吗 这本书好像台湾并没有出 可是他这本书在日本 就是还蛮畅销的 对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个 是2月19号上映的 法国大革命 然后这部电影呢 应该是法国大革命 到现在应该已经是200多年了 其实法国大革命还可以拍啊 对啊对啊 悲惨世界的结果 对对对 然后他这一次的呢 是特别的是 他是用庶民的角度 然后因为我们知道嘛 在历史课本里面就写说 法国大革命之后就是 冲破了那个监狱之后 然后之后法国是跟 大概折腾了两年 中间还有一些暴乱 然后才终于制定了 他们的新宪法 然后决定了他们是共和政体 然后本来很多保皇党还说 那那个皇帝路易十六 就让他成为虚伪领袖 就像现在英国女王这样 对 然后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这个体制 然后我们 但是我们接下来就是选出总理等等的 然后来治理国家 本来的方式是这样 为什么后来会逆转成 都断头台 对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 然后这部电影有很多的描述 我觉得里面有非常多的演员 都是法国现在的新生代演员 然后都在国际上得过很多大奖的演员 他们为什么愿意参与这部片 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好笑的是 路易十六他那时候命运未卜 因为他被从凡尔赛宫带回巴黎 然后等于是软禁 然后等待那国后 国家议会要决定他未来的前途的时候 他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突然觉得有人骂他 结果是路易十四就是那个太阳王 就骂他说你这没用没用的子孙 你居然让那些人民起来反抗你 然后他就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结果接下来路易十一 还有其他的国王都跑来梦里面 就是骂他说你要做一点事 总终八代来了 对对对 因为路易十四大家知道他非常的强势 对对所以我觉得 对这这部电影就是有趣的是 其实那个国王内心也有非常多的挣扎 然后再加上一些庶民 对不过我觉得这部电影可惜的是 当时的庶民根本都没有念书 对然后也不适智 然后他们怎么会产生这样的 讲出这些话 这是这部电影 就是在编剧的时候 你意思说他讲得太文明了 对对对对 然后他们为什么会产生说 女生会说我们也要有投票权 为什么只有男人有 我觉得在那个时代 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投票权的概念吧 对对对 讲得太早了一点 对对对 没有那时候就是他们要制定说 人民可以有投票权 但男人认为只有男人可以有 但很多女的在这部电影中 就说我们也要有投票权 我觉得那时候的女人 应该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以骨推金啊 编剧就是把现在的状况 就直接加入那个不太可能的时代 对对对对 但是这部电影还是蛮值得大家推 就是来看的 因为在里面其实真正有在议会 那时候大家七嘴八舌 那些贵族 还有那些有读书的人在讨论 说将来的宪法要怎么制定 其中有一个人他就讲了一个应该是律师 然后他就讲了一些话 他说我们绝对不能够支持独裁政权 他说当一个人拥有绝对的权利 然后没有反制的政党或力量的时候 就一定会形成独裁政权 即使他是民选的 大家觉得他在200多年前讲的这个话 是不是很像不论是缅甸或是任何国家 都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基本上呢 跟有没有国王 后来发现也没关系 只要是国家的统治者想要好好控制人民 就不管是民主或者是共和 或者是这个君主世袭 全部后来都会演成独裁政权 借用各种方式控制权力 不过法国大革命的确是在欧洲很特殊 你看所有的大部分贵族 他们都还跟那个后来的这个民选政体平行 虽然他没有实权 都还留着 比如西班牙也有国王啊 因为后来他们都很害怕 但是法国几乎就是那个贵族的力量是完全没有 我小时候看过一本书我很喜欢 就是他们一直在救那些 因为其实没有知识教育的平民产生的动乱 后来就变成更可怕的暴政 然后人民虽然推翻了政府 结果过得更坏 那个法国大革命之后是一阵子 然后就有一本很古典的小说叫做 我觉得我后来找不到那本书 可是他小时候对我的启蒙很深 那时候我大概是小学三四年级 叫红鸡长草花 就是有一个人 他很像宝马王子这样 他出来救人 就是把那些被平民抓住的贵族 一一的都救走了 就是相当有趣的故事 知道了看过这个故事 知道他真的名字叫什么再告诉我 所以这部电影里面那个律师 他是有名有姓的 但他实在太长了 我没把他记下来 他说如果权力只集中在一个群体 或一个人的身上那就是独裁 所以国王之外还需要议会 国家才能够稳定贫困有制衡的力量 所以这个这句话就献给 也是以金推股都在暗奉些什么 对对对 他那时候的确在那个议会就讲这个话 那时候有记载 我的意思是说 这些话其实用在当年 1789年的法国 还有现在都是事业 搞了两三百年还是真理 对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再崇拜偶像 而且这部电影有很非常惊人 把路易十六砍头的画面 就整个都演出来 然后而且最后还把他的头砍下来 然后还拿起来给所有的民众看 然后所有的民众才第一次真的亲眼看到 他们的国王长什么样 对好这很震撼 嗯好 有点可怕 好那接下来 接下来我要推荐两部2月26号上映的电影 其中一部的附身犯 他2月19号其实就开始有口碑场 然后这是国片 杨又宁 对这是国片里面很少有的那种科幻的题材 但是大家也知道我们的经费没有那么好 所以这部电影我觉得编导他们都很聪明 就是避开了那些什么特效 然后他用剧情来取胜 那例如说 其实杨又宁大家以前都觉得 他长得蛮可爱 形象蛮正面 但他的演技可能大家都觉得就是OK而已 可是在这部电影中呢 他在一个躯体里面 居然有五种人格 然后那五种人格还加上他自己的人格 所以总共有六种人格 这超难言的 对 那他的他所谓的科幻是指说 因为发生了那个连环儿童的失踪案 然后最后一个是国会议员的儿子失踪了 这事情就大条了 因为就是大家一定要抓到嘛 平常前面那些失踪儿童 他们可能父母没有什么视力 所以呢警方的压力不会那么大 可是现在国会议员的儿子不见了 你要一定要找到他 然后可是那个嫌犯 就是在一辆车子上 然后那车子却然发生了车祸 然后这些人都死了 那你要怎么样问到那个肉票到底在哪里 所以他们把这些可能的涉嫌的人的意识 全部都用科技的方法放在杨又宁所饰演的这个死刑犯的身上 而且时间又很赶 因为不知那些儿童是生是死 一定要急着救 对 关键人全死掉 对 然后因为他是植物人 因为杨又宁他本人已经变成植物人 然后这几个意识 包括王静所饰演的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孩 然后有人是司机等等的 这些人格的意识全部加注在他的脑海里 然后有时候他们会出来打架 然后所以杨又宁一下会变成一个二十几岁的女生 讲话就是很爱嗆 然后又很娇媚 然后一下又会变成另外一种意识的人格 然后他又在这些意识里面 还有在这些迷宫里面找到线索 然后找到肉票究竟在哪里 这应该会得金马奖 这么难言 对 应该说我觉得对他个人 是一个突破啦 也对国片来说是一个突破 就我们终于可以拍出 其实你不用花大钱 也可以拍出科幻的悬疑剧 对 所以这部电影还蛮推荐给大家的 好那这个时间有限 灵芝料理帖 其实这个是日本演过很多次的 在日本创过 高达四百万销售量的小说 而且曾经被改成电视剧 那就请大家看一下 那个灵呢 就是水字旁在一个 灵圆的灵 而且里面有很多美食啊 就教你怎么做 比如说茶碗 真的要怎么做很好吃呢 大家可以喜欢做菜的 也可以借着去看一下 其实每次看完这种美食的电影 我都回来会做两天菜 然后就没了 而且他描述的是 十九世纪的大阪 跟那个就是江户的风情 是一个古装片 然后之前是北川金子跟黑木华 都演过电视剧 是 好非常谢谢阿德 谢谢 sono 我喜欢 我喜欢 赢 我喜欢